来看到刚到柏林就任的驻德国代表谢志伟 在教师节当天特别设宴款待柏林的中文学校老师 由于谢志伟本身也是大学教授 因此他也和老师们畅谈起教师干苦谈 交流相当的热络 那么谢志伟也代表乔委会 颁发20年与30年的服务勋章 给两位资深教师 在东吴大学德文信任教多年的新任 助德代表谢志伟在928教师节当天 特别语助柏林乔务秘书吴小竹 验请在柏林中文学校任教的华文老师 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谢代表展现亲和力 与老师们大聊交学金 现场交流相当热络 我是觉得当老师的一种责任 或者是说在里面 作业精彩所获得的这种肥胖 这也是别的行业很难 那我谢谢各位在这个海外 其实我知道在很多资源软硬体都很 一般来讲相较在国内 比教育缺乏的情况之下 环境也不是你们的德国环境 所以还能够坚持这个华文老师 谢志伟也代表朝委会 颁发金职乔教领域勋章 给服务30年的刘贵连校长 与服务20年的谢丽娟老师 两个人奉献乔教多年 因此能得到这份荣耀 都觉得非常感动 现在台湾 就是教师姐只有劳动休假 他们不休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到今天来为我们亲自教师姐姐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是真的很高兴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我必须要说明 海外的这个调教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 调教工作不是我们的职业 都是副业 每一位老师都是副业 但是我们虽然是副业 可是我们都是全心全力 在做这个华语文教学 除了这个华语文教学之外 我想我们也是有 对文化新传的这种理念 海外调教推广不易 尤其中文学校这几年来 也面临招生困难等问题 但这群海外华文教师 却依然坚守岗位 因着文化传承的热情 持续在柏林散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韩红外电视陈思红 德国柏林采访报道